第30届亚先峰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 我国总理李显龙和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受邀出席 各国外长在今天举行会谈 并就朝鲜核危机以及南中国海问题等展开讨论 与会的亚先各国外交部长呼吁 平壤政府遵守联合国以及国际法条约以维持区域稳定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也强调 还是希望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朝鲜问题 亚先各国领导人目前已经陆续抵达马尼拉 准备参加明天正式开幕的亚先领袖峰会 李显龙总理也将出席 预计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题 预计区域稳定 预计区域稳定